最近我又发现一个宝藏工作室 睡神飞工作室 玩梗也是贼专业 早期的偷袭武林老同志 用香蕉砍人家老同志后脑海 啊我的大刀40米 真就用巨化武器大乱斗 近期上线的两款新游戏 瞧着很亲切 我们来试玩一下 首先是这个来不及了快上车 凑齐9个老司机 就可以开始一局游戏 一根手指就可以操控方向 两个吃瓜群众开着摩托车 见人就喷西瓜子 场面一时陷入混乱 停下来 吃瓜群众还能手动修理摩托车 之后解锁出租车 一车四个吃瓜群众 西瓜子也是火力加倍 新解锁的人物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名人 没衣服却黑也就算了 这面部细节也没细节啊 新的一局带上名人 名人使用香蕉工具 这个作案工具 老同志比较熟 车上一个名人 三个吃瓜群众 这就无法无天了 每一关都会获得宝箱 加速开宝箱 就会出现五个哪扎 对着宝箱还扁一顿 宝箱里会出现一些角色 和交通工具的碎片 换个小客车 更了不得了 六个人 这属于群殴了 说到升级汽车 可就太搞笑了 呼叫高手 免除升级时间 送葬队就来了 整套服务都用上 小客车直呼晦气 再说升级角色 可就太搞笑了 在竞技场上 用金币按人头购买角色 凑够三十人开始battle 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就算升级 吃瓜群众是对喷西瓜子 加速后是一圈人对喷 健康码 即使是绿色的 也不行这么干呢 名人就仿佛是个精神小伙 社会摇经典动作 一个没少 加速之后 都感觉跨过轴要磨损 维修工是个漫威粉 这不就是美国队长的 高光时刻嘛 这battle啊 所有维修工的后槽牙 都是碎的 保镖大姐的battle 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先里后兵 先是一段广场舞 然后就是麻洁的踹空气 加速之后更是模型 第二款游戏 西瓜摊主大战买瓜人 一听就知道啊 西瓜摊主反抗了 游戏打开 直接名场面重现 没想到 华强哥的原脑袋俯视 看是六棱的 摊主好似恶犬 一样干西瓜呢 对话没几句 华强哥手起刀落 西瓜对半分开 摊主反应很强烈 跳起来大喊 然后继续坐下来干西瓜 喷射西瓜籽 这个人很熟悉吧 上个游戏还坐车上 催别人西瓜籽 与此同时 华强哥拿大哥大摇人 坐上小电驴 划了个完美的弧线 砸西瓜摊的 各路豪杰都来了 摊主也可以选择 四非帮手保护摊位 有熟悉的身影在了 两款游戏的角色 部分是一样的 这属于梦幻联动了 花硬币叫来个野生的名人 精神小伙 第一款游戏猜的没错 确实精神小伙 朝着人群扔相交 华强哥蹲坐在小电驴上 指挥着冲刺 攒够金币 召唤个酒懵子 看发行猜人物 勇强他爹 技巧是拿啤酒 当火瓶那么扔 再召唤个up主 技能是指挥哥子 给对手下毒弹 啊害人害己 召唤撒币老板 通过撒币提高 队友的攻击速度 游戏工作室里有内鬼 值得注意的是 摊位上的西瓜 受攻击次数越多 西瓜越碎 攒下来的钱 可以找人维修瓜摊 维修工是上个游戏里 升级汽车的 现在有点落魄了 没想到碎溪 我都复原了 高科技啊 所有辅助道具里 我最看好的是吸铁石 吸引了人群的注意 都离瓜摊远点 毕竟吸铁石 比修理瓜摊便宜不少 就这么一波接一波啊 华强哥是个狠人 摊主的命运 是改变不了了 那么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